政治话题来关心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一农 2020虽然在立委选战败下正来 但夹带着高人气 现在问鼎台北市长的呼声非常的高 但他今天受访时首度正面表态 说他不会选台北市长 势必就会影响到民进党2022的布局了 因为除了吴一农之外 现在包含了卫福部长陈时中 基隆市长林又昌 还有新竹市长林志坚 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 民进党立委已经喊话党中央要及早布局 才有机会在时隔24年之后 赢回首都市长的宝座 我不会选市长 农夫农夫们要失望了 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一农 表态不选台北市长 2022台北市长选战 国民党最有可能派出蒋万安 还有民众党可能推派黄珊珊 民进党也要利拼夺回首都市长宝座 任何人想要选台湾首都的市长 当然都需要经过这个选民的检验 民进党内部的机制会推出一个最有竞争力 最好的一个候选人 两年后我也会尽全力复选 同样被点名的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话说的没有吴云农决队 但对参选目前没计划 我卸任之后 现在就是专心陪伴孩子 目前没有任何的规划 被点名的不止这两位 卫福部长陈时中 基隆市长林又昌 信州市长林志坚 还有立委吴思瑶也在名单内 把市长工作做好比较重要 其实全界的事情 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民进党一定会是一个团体战 民众党跟国民党都离台湾的主体民意 越来越遥远 萨卡都的战况下 我们真的是有史以来非常好的机会 人选的部分 一要有经验 二是在地的 三要有爆发力 台北市真的不好打 所以可能也要超超超前部署 2022选战还有两年 面对蓝绿白萨卡都 绿营立委汉化党中央 超前部署 要派出最强对手 正面迎战蓝白阵营 时隔24年后要赢回首都 记者讲究竟刘伟成台北报导